女人故意想让你得手呢 会有哪些表现呢 当然女人跟男人呀 也是不一样的 女人比较含蓄 当女人喜欢一个男人的时候呢 她不会直接了当的去说 而是拐弯抹角的去暗示你 所以呢 你一定要仔细观察 如果说女人有以下其中表现 就证明她想让你得到手 你呢 先给我点个小家号 再给我点个小爱心 你们支持呢 是我最大的动力 一呢 女人会单独陪你去喝酒 女人当然知道酒后容易乱来 但是呢 这就是她的目的呀 她想让你喝完酒以后啊 胆子可以大一点 然后说 哎呀 酒都喝了 反正就稀里糊涂的在一起了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第二 当女生约你去她家 坐一坐的时候啊 你千万不要拒绝 比如说你们约会 约到很晚 然后呢 你把她送到楼下的时候呢 当女人说 上来坐坐 喝口水吧 这个时候呢 你可千万不要去当一个正人君子 我要尊重她 我不能乱来 不要让她觉得我很正直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你说大半夜的愿意让你去她家的 肯定是想和你好 但是呢 她又不好意思说出来 这第三呢 这个女人呢 她在你家里待到很晚 比如说她在跟你打游戏或者聊天 一直待到了晚上啊 十一二点 那么这个时候啊 你可千万不要说我送你回家吧 那你就更加的错了 你要这么说 天都这么晚了 你就别走了 今晚呢 你就住在我这儿吧 只要女人愿意留下来 那你呢 就成功了 你明白了吗 还有最后一招啊 当女人单独约你出去旅游的时候 只有你们两个人 不管是一间房 还是两间房 只要你能够经常进入到她的房间 就代表她还是你懂的 因为旅游的时候呢 人的心情会比较好 也比较累 你给她揉揉腿按摩 基本上啊 就能如你心意了啊 这就是女人给你一个非常有效的机会 如果你遇到了呢 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不然呢 你会后悔一辈子的啊 兄弟们学会了吗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